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是在大概30歲 31歲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全新的名詞 就是第一次知道說 有動滿這個技術這樣 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很想結婚 也不是一個很想生小孩的人 所以那時候雖然知道有這個技術 但是就覺得跟自己可能 沒什麼關係 從透過一些那個宣傳單 就會知道一些跟女生 卵巢啊還有像AMH 就是荷爾蒙 這些的訊息也是那時候 接觸的然後我才第一次 發現說原來女生的 卵巢功能是不會 回春的運動的話 肌肉都還可以 體年啊體力都可以提升嘛 女生的卵巢功能是例外 你隨著年紀的增長它就是一個 很現實的變化 快要34來送的鳥 驗AMH 我那時候第一次驗 其實是已經發現 原來我只是以我的年紀這樣 是在平均 在多一點點而已 是會有一點點緊張 但是我覺得 有點那種不到黃的 心不死 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次的數字是2.0 我覺得如果不是出現那種 零點幾或是說1.2 就是以自己的年紀去推算 是真的超衰老的話 我之後還沒有很緊張 一點點僥倖的感覺 女生驗AMH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所以25、6歲的時候 你應該要驗 你在28歲的時候 你應該要驗 你步入30歲的時候 應該要驗 到33到35 你都要驗 大概每隔2年左右 你都應該要像平常我們去 抽血檢查一樣 去把它當作一個常態性 去追蹤的一個指數 對未婚的女生來講 兩種 兩種階段 第一個是就是你未婚 但是你有交往的對象 然後第二個就是完全單身 然後之後如果說一結婚了 然後就是直接結婚生子啊 我們就可以省略過 跟未婚動軟這件事情 即使你現在已經結婚了 你只要跟老公想要孩子的時間 兩個人想法都不一致的話 依然可以考慮動軟 女生的身體就是很現實的 你只要過了一定的年紀 你的受孕也比較難 或是說你之後生小孩的體力 都比較難 女生要為自己著想 要讓自己多一個選擇 你不要說自己的身體 的變化的狀態 你的機會 你去寄託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所以我覺得既然現在有動軟這個技術 我覺得現在的女生可以 再多為自己著想一點 我真的決定要動軟 是因為生涯規劃 去年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要去日本工作 然後我就開始考慮說 我如果之後 我都是長期要在海外啊 工作生活的話 動軟這件事情 可能在時間上 就是兩國往返 就變得沒有這麼的方便 我就覺得好像 要在人生一個新的階段之前 還有什麼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把握的 我在想的時候 我就有 動軟這件事情 就浮上心頭 這次驗AMH 就是要有這樣子的感覺 你這樣一比照出來 已經比我自己實際年齡 來得衰老了 這樣就會緊張 測那個肌膚年齡的時候 也是這樣 欸保水度 比如說我現在35歲 你保水度只要測出來 25歲的保水度 你就會很開心 就是比自己的年紀年輕 那如果測出來的數字是 等於40歲的保水度 你就會 比自己的年紀來得老 你就會緊張 我很害怕的是 我要怎麼扎自己 而且你平常打針 你就是比如說手啊 手臂啊 這樣的部位嘛 肚子 從來沒有在肚子上打過針 所以 而且又是要自己 自己扎的 我就很難想像 所以 一直感到 是一個恐懼的頂人 路療的那一天 我就打了第一針 那個長效型的針劑 突理師幫我打的 嗯 那那一次我還是很緊張 因為是我第一針打在肚皮上 後面啊 我帶回去的針劑 都是像這樣子 光看它的外觀 我那個恐懼感 就降低了很多 突破我的心防 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操作很簡單 然後 針頭也短短的 一點多公分而已 我要打第一針的時候 把我的肚皮捏起來 第一針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只有在針 進入表皮 那一瞬間 是會有一點 就是這樣 你用指尖捏自己的感覺 但是一旦針的針頭進去以後 我是不痛的 第一針突破了 欸 然後發現真的沒有那麼痛耶 後面的 就操作的很順利 這樣 諮詢師都會跟我們 很仔細的講解 針劑要怎麼擋 操作的簡便 也是讓自己相立不安的感覺 針劑其實蠻少 後面我自己在家 其實原本只要 就是打兩針就好 卵巢的狀況 就回來 我後來有再補兩針 但是 其實整個過程對我來說 都是 比我印象的還舒適 第一次看診就是 決定入寮的那一天 然後第二次的回診 第11天吧 回來看 卵子綠泡發育情形 照的時候 是說 看起來發育成熟的 好像只有4顆 好像只能取4顆 那我自己聽了當下 就會有一點沮喪 意思就是有在幫我補針劑 讓我自己在家裡打 那第三次回診就是今天 就是回來做屈卵手術 今天剛剛做完那個屈卵手術 今天就取了13顆 等於說 禮拜一照超音波的時候 那些其他沒有發育出來的小卵炮 透過後續徵劑的補充 它有長大 那接下來就是等著看 今天下午就可以知道說 實際上13顆裡面 可以完整動起來的是幾顆 那因為我都是約完整 所以我覺得在約整上是 沒有快 對不會影響我 因為排卵針 我都是等於說中午以前 把它找一個時間 就把它打完 那其他 真正要算準時間的 破卵針那一針 那一針就是 時間他有跟我說 一定要我們四個晚上幾點打這樣 所以那一針的時間 我就特別留心 但其他來講的話 我覺得沒有影響我的生活作息 App我才發現原來 這麼多資訊 就是資訊師口頭跟我講的東西 其實在App上面也都一樣 呈現得很清楚 包括提醒我幾點幾分 要打針的紀錄啊 那些全部都有寫在上面 我覺得送子鳥的App設計得很好 婦產科 女生最害怕的可能就是內針 東西就是金屬啊 就是很冰冷 你就會心裡很排斥 你就會 光要跨上那個台子 然後腳要打開 你就會心裡就會有一個卡這樣 但我覺得 我很喜歡來送子鳥做內針的 送子鳥光那個 兩隻腳你跨的那個地方 也不是金屬的 就是它外面還是有包一個很柔軟的材質 就像沙發這樣的材質 它就是軟綿綿的 所以在這邊你躺到的那些器具 都不會有那種金屬冰冷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溫暖的 本來應該要是最緊張 或者說最害怕的一個女生內整的過程 我覺得在這邊都可以很安心的去進行 不是只是來這裡做一個治療 或者是單純來看病 或者說來做一個醫療行為 你會感覺我從做了動軟入療這個決定開始 然後我就可以一直在送子鳥這邊 得到很安心很貼心的照顧 不只是說是在取軟或者說整體這些醫事行為上 包括我覺得在心情上 你都是可以一直很安心一直很放鬆的 術後看完整然後可以再上來享用餐點 自己心情上當然會比較貧富 可以有一點時間留給自己 不會馬上感覺一下恢復式 我媽媽又坐車回家這樣 護理人員啊 櫃檯人員啊 還有醫生本身 他的親切 他的諮詢起來的專業 都可以讓人家感覺很安心 所以我覺得在環境上 在技術上還有人員的相處起來的感覺 給我的感覺都是很舒服 而且可以信任的 所以就會選擇送子鳥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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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